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条法令底下 却没有对于雇主应该要提供 怎么样水准的食物 怎么样水准的住宿环境 去做出一个规范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的渔工 来申诉 甚至说他每天必须要睡在甲板上 他必须要 睡在马达旁边 他每天可能只有吃一餐 只能吃稀饭 在这样的住宿环境 这样的食品的品质 每天还必须要收到5000块的散述费 我们知道常常渔船一出海 常常就是半年 我们实际看到的状况是 劳动部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于渔船去做出劳动检查 导致渔工的工时 渔工的加班费 渔工的劳动环境 各种的劳工的权益 根本就难以落实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外籍渔工的在台湾的劳动条件 已经是这样的苛刻了 再加上 散述费等同于 对于渔工的变相减薪 薪资又没有直接交给渔工 薪资先交给仲介 仲介又再从中去 乔利明目的去扣款 所以以至于渔工的整个处境 已经恶劣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 大家好 我叫Ray 我是菲律宾鸡 来台湾当渔工 就是要大胜的说 我们的渔工 什么困难的工作状况 上售费的部分 雇主跟仲介扣得太高 看到我们的宿舍环境 都没有放白睡 吃饭的部分 也真的没有提供可以吃得饱的东西 大部分就是西方 第二个就是雇主主寄付给工人 因为目前是雇主要交给仲介 仲介扣不同的项目 我们也不了解这个东西 扣的是什么东西 等下来才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 能够可以告诉这些雇主 就是要改善 新事应该要自己付给工人 台湾政府开定到我们的搜索 对我们工作环境 对我们新事的部分 应该这个要好好处理 我是Karedi 我从印尼来的 我在伊朗工作 我的工作是雨工 工作的时间 早上一点到晚上十点 二十二个小时 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的薪水 收到我的薪水 两千五 然后我问我的中介 我的中介说 我的薪水一万六 可是我只有收到两千五 我觉得我受不了 工作很累 我问我的老板 可不可以我休息 可是老板不让我休息 然后拿我的电话 给我的中介 我说我要管雇主 可是我的中介不管他 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我继续去我的中介的办公室 到那边的时候 我的中介很生气 我的中介把我说 在那边没有工作给你 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在雇主的船 雇主没有提供给他们 棉被 给他们枕头 他们要求的时候 雇主就不爽 自己去找自己的衣服 来盖他们 他们的薪水 现在每个月就领到 一万四到一万三 渔工在台湾 现在变成一群 这个被剥削的 中介费 他们付了三千五百块 到四千块美金 来台湾薪水就是 一万三一万四 但我支柱 也没有提供 他们适当的 刚刚讲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薪资会直接全额给付 雇主将钱交给仲介 仲介非法扣款之后 才将剩余的钱交给余工 劳动部怎么回应我们的 劳动机关其实没有依照 其他会进入调查 非法扣款 他就说 劳工已经收到剩余的款项为由 赋予处分 第二个 我们刚刚讲到 散述费的问题 扣掉他的散述费之后 他的薪资 只有他一半 而且他的品质 到底有没有 到他所收的 五千块的散述费 劳动部的回应是 散述费 是双方合议 不进行争议处理 他莫许资方提供 不等价的十五几付 雇主收了五千块的散述费 但是有没有提供五千块 等值的散述品质 关于这件事情 劳动部根本就没有调查 他还把责任 推给弱势的愚工 这意思就是我们要告诉劳动部 不要再逃避问题了 不要再做一些边边角角 而且不切实际 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愚公所面临真正的问题 还有没有实际调查 愚公被仲介任意扣 散述费的扣款到底去了哪里 他有没有惩罚薪水 没有直接给付给愚公的雇主 这些真正可以解决 愚公问题的事情 劳动部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在执行 还是劳动部只是想要 做一些表面功夫 来敷衍 来蒙混过关 雇主为全给付 外籍 愚公的薪资的话 其实雇主就一定要被裁罚 相关的劳工团体都把相关的资料给我 我们也请宜蘭县政府去查处 那相关的查处结果宜蘭县也有在做处理 各位对他们查处结果还有一些意见的话 可以之后再来讨论 那基本上今天雇主提供的这个散述 基本上要跟外劳给付的这个散述费要合理对价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劳动部的立场 那我们去年8月来陈庆的案子有合理对价吗 你说宜蘭县政府有查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刚刚有在讲 就是说如果今天宜蘭县政府的查处结果 可能有些可能有些疑异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后面再讨论 那甚至你们劳动部发的月来就不知道 八个月都没有 那我今天我还是在说明一下 我今天 我是代表 然后我跟我来接陈庆夫的 是这样子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 好刚刚劳动部说他们其实他们也不是很知道状况